2009年3月買的樓就發達了 那時候我們應該勸80後和90後的青年 不如借錢買樓,那些樓盤都買在樓盤 那時候真的發達 但不知道,包括新英國家的政府 反而要採取所謂放紅和折紅的措施 然後這樣做,這個課題變成很熱門的課題 用貨幣戰爭來做題目的書都不知多少本 如果你去這個書店看 原因是,這個曲情不說了,就是美聯不斷跌 美聯不斷跌因為它在國際的供應實在太多 美聯不斷跌的原因是人家要升 我這裡只是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新加坡紙 我說這個圖的比例就是升就升,跌就跌 向上就是升值,向下就是貶值 除了在金融海嘯最初的半年裏面 它們全部都是升上來,就是壓力 貨幣戰爭就是這個意思 你就是貶值,反過來就是逼我升值 中國就不肯跟隨地做,中國都有升值 但是升值的幅度是相對有限 美國以為中國升值的升值20%,25%,30% 中國就慢慢地移動,慢慢地移動 慢慢地移動 好了,接著財政方面 就之前已經,大家看到QE1已經有財政惡化了 如果要再財政再加大,那怎樣呢 先說一個理論就是,你萬派錢的人都不用錢 企業都不借錢 從經濟角度來說,這就是所謂流動性陷阱 就是無論利率怎樣低也好 無論財政供應怎樣也好 那些人都不用錢 那些人都不用錢 你派錢有很多方法 台灣試過派錢用消費券 每人給你消費券 將消費券有特定的時間 我忘記多久了,半年三個月,或者諸如此類 你不用就沒有了,作廢的 CBT 當時台灣政府說,這一定是好事 那些人還不用,過期是沒有用的 如果用英文來講,叫Dated Money 即是有時間性的錢 因為以前的說法 因為以前的說法 例如法利文,Feedman的說法就是 Helicopter Money 用直升機 在廣場中心 散銀子下來 那些人撿到銀子是橫財 可能會浪費 所以這個消費券也算是Helicopter Money 但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台灣的消費券幾乎沒有效果 原因是什麼呢 你派一千元消費券給他 消費了一千元 然後他原本有一個一千元 他就不用一千元 這個叫替代效應 那些替代效應 就是Econ 101都認識 因為實際上沒有增加效果 所以有些海恩師主義者 例如包括諾貝爾德主 這個黑露明 就說現在一定要用財政政策 跟當年這個海恩師一樣 因為財政政策是直接花錢的 例如你建基建 就是剛才說的那兩項 資本的連鎖 訂貨的效應 那個承數再用得很大 那你說現在赤字這麼厲害 問題是 現在赤字很厲害 但是現在是非常時期 你有沒有看上次大衰退的時候 那些赤字還更厲害 政府的債務 最最後可以變成 整個GDP的超過100% 但是你可以說 那隻是兩隻 但無論如何 在一個所謂 流動性陷阱的情況裏面 財政政策是挺有用的 財政政策是挺有用的 財政政策是不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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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太相信的 有一個政治的變化 右派商臺 不單止美國 英國也是 他們不肯 進行財政政策 所謂進行財政政策 也是很特別的 你如果要財政政政策 如果要財政政政策 到位的話 而不令赤字太離譜的話 應該加有錢人的稅 然後補貼低下階層 應該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如果用一些評論者的說法 我們應該用一個大跌裁 我們應該用一個螺絲批 大跌裁可能這麼爛 螺絲批就是要fine tuning 即是這裡增加 那裡減少 等等 那個所謂財政政政策 應該是一個fine tuning 一個微調 或者是到位的 有加有減 稅有加有減 公共的開支也應該有加有減 但是現在 美國右派又不是 總之要減 政府的財政 又不准加稅 又不准加有錢人的稅 在這個情況之下 奧巴馬想效法 三十年代之後的羅斯特新政 都記得了 羅斯特當時曾經見過凱恩斯 他問凱恩斯教授 你要說財政政策 究竟有什麼好做呢 聽說 凱恩斯就說 如果你想不到有什麼好做 簡單 總統 你掘個洞 然後填他就可以了 掘個洞就是需要產泥基 填他就需要這個山脈島 填完之後找個搭搭搭 不知道什麼叫什麼機器 自然會引起其他資本行業的生產 這當然是開玩笑 實際上應該是 反通力 現在財政方面 大家看到了 到了2010年 美國已經差過歐元區 歐元區最好 相對的好 所以到了 今年又爭辯債務的上限 十四萬三千億 然後又不准加稅 到現在奧巴馬演講 又撞了什麼球比賽 諸如此類 所以在現在美國的政治情況裡 很難做到這個 例如好像羅斯福申政那樣的情況 這個就是 預測到2012年 那個債務的積累佔GDP的比率 日本超過200了 到2012年 希臘都很危險 其實現在歐豬五國最危險就是希臘 所以有人提議希臘 應該賴債 好像冰島那樣 但是他在歐盟裡面 他在容忍歐元 可不可以容忍他這樣呢 又不知道 愛爾蘭等等 意大利 前面都是歐豬五個三個 美國就比法國和德國還衰 國際改善作為債仔 改善不大 這個主要因為經濟衰退 很多原因 現在美國最近被人 被標譜降了級 BAA降了級 A加 其實這些評級機構 本身應該是罪魁禍首之一 現在突然間正義冷卻 Clubman寫了一篇文 他們最沒有資格就是評論主決 就是債決 現在可能要補償以往的罪欲 就是講一些正面一點的事情 現在就面對兩難 就是貨幣政策和責任政策 在美國來說 歐洲來的也是 這些是失業率居高不下 房屋價格居下不高 跌進去彈不上來 這兩個就好像一個 孖身公仔 你可以看到 反映這個 一個文言的來路面 反映美國的情況 不上來的困難 好 我們這裏就停一停 就講這個 游君之方的民視集 請問 最近好像是 都是在看報紙的時候 都很明顯 被奧巴馬委任 那些財經 有些懷疑 可能意味著 奧巴馬是 想動他那一套 去試一下 因為你剛才說 他是一個 很生命的批評者 你覺得 要表達那一套 那一套 我就沒有聽過這個消息 那個是 我是信報看的 就是好像是 他不是官員來的 是某些可能 很重要的財經 的諮詢 我沒有聽過這個消息 其實這個 黑老明 是想做這個 白宮的首席經濟部門 想得好的 沒有可能 誰說得知 他真的都狂到順邊 所以他對於奧巴馬 沒有委任 他委任了Lawrence Summers 所以他就 很不喜歡 這個是一個禮拜 差不多的消息 但現在我覺得 就算福利民進去 都沒有什麼用 因為那個 即是那個理論已經在 大家有問題 政治的現實 令他不得了 要試一下他的套記 如果發覺不行 普通話要試 都不會過到國會 都不會過到國會 另外一個 我不太明白 因為你說是 派錢 派民幫助給那個派 就 見到那些銀行 那些資產負貸 太不便宜了 就逼他借 可能是逼他借 因為 間間要逼他借 借 不要知道 真的有些就 不能逼他借 不能逼他借 你可以逼他借 如果你是蘇格蘭王家銀行 可以逼他借 因為國有化了 但如果不是 你不能逼他借 好像匯豐的時候 就是他 好像都是逼他借 給他借 那些 那就是 匯豐也沒有逼他借 都沒有 除非 你是給他 註知 例如AIA 他就可以 對你表示 某些意見 等等 但你認為 還用那個 Termal Tentrum 因為 你說是派 因為他派 那可能是 我聽錯了 美國就沒有派 因為都是 人利借 低息人利借 我講派錢的意思 就是低息人利借 低息人利借 好像香港那些 賣給你 我們很低息 那些可能是 美國當時那個 聯邦處理局 所謂派錢的方法 是有 十個八個的機制 其實就是說 任你借 不是塞你的錢 這個已經塞不到錢 派錢給你 不是那個 所以嚴格來說 不是真正Helicopter Money 就算台灣有消費券 都不是Helicopter Money 都有人不去拿 你在香港 你派6000元 你說李先生 會不會去拿 會不會去填一表 就算Helicopter Money 有些人看見 我不需要錢 他都不會去撿 那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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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會去拿 我都會去拿 他還是說 那邊先 他都會去拿 那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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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眾議員 結果又有茶黨的勢力上升 他們最主要是認為美國政府已經太大 大政府 或者是小政府的敬仰 茶黨裏面有一個叫Ron Paul的人 甚至認為應該是取消聯邦處理局 所以這主要是政治的問題 其實連年都增加國債的常限